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有关乔社的一些有趣事情 首先我们听说乔社里的人常常喜欢争宠生交 像是一场菜市场的吵闹声 他们总是喜欢自称主席 主席的称号层出不穷 有的甚至是永久终身荣誉主席等等 而在这些活动中 大家都在喝的叫的唱的非常热的 但是很多时候 这些活动里面的政治气氛 也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有些人为了争愁 甚至在台上大愁大闹 不过台下的人大多都不太在意 只是为了面子而已 不过有时候这些活动也有一些好处 比如可以认识一些政客或者领馆的人 但是有时候领馆的人也不一定愿意参加 这时候乔里就会生气了 总的来说 乔社里的这些事情让人觉得有趣又好笑 但也让人感到一点无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咱们说便宜花样又多 零售餐厅等大众消费业态 有点降维打击的意思 追求高性价比不分贫富 香港有钱人还是非常多的 好远下话献臣说 复活节首日2018年77万人次出入境 63万人次出境 现在130万人次出入境 北上的超过100万人次 内地人去香港随地大小便土壇 卧水蹲坐 特别是小孩 被苹果日报等反复报道 本土主义操作 反水货客 替内地人行李箱 以前广州花园酒店附近很多大巴 去香港买要买奶粉 现在很少人去香港买东西了 当年三路奶粉和苏丹红 太吓人 香港工资高 内地消费低 周末北上成长泰了 深圳商场比香港大 新 多 餐桌够大 不现实 服务员都是小姐姐小哥哥 唱个K 都便宜好几倍价格 政治豪赌过后 香港人很现实地 接受了新的游戏规则 香港新能源车 买最好的不是比亚迪 特斯拉是上海大通 60多万的七人电车 海牙说 傀儡的中领馆总领事 黄平 我们绝对不怕他 中国的贪官现任的时候 都是很牛X 他到监狱里面什么都不是 有机会送他到监狱里面 3月18日晚 在纽约法拉圣君豪大酒楼 举办的美国福建同乡会 双包主席 刘爱华的 连任就职典礼上 自称 爱国乔领的福建同乡 惠名誉主席 陈学端突然在台上 公然大骂中国驻 纽约总领事黄平 当他大骂时 台上台下都拍手叫好 反响热烈 RFA 爱国乔领反了 师爷说 喝多了 反什么反 反了还叫乔领吗 乔社内部一直是这样子 争宠生交 BMW说 为什么华侨都这么喜欢主席这个头衔 Roflow 师爷说 永久主席 终身主席 荣誉主席 共同主席 BMW说 对对对 笑死我了 师爷说 他们的名片常常这样印 台上都是主席 台下都是副主席 BMW说 哈哈哈 师爷说 台上的人不知道讲什么 台下的人不管什么都说 好 好 根本没有人听 BMW说 天哪 笑死我了 师爷说 比菜市场吵闹一百倍 BMW说 你说 他们图个啥呢 自娱自乐 Roflow 师爷说 就是热闹 有人包十桌 包五桌 面子 他们常请议员 领馆的人来 但是 领馆有时候 莫办法如意 例如 请的是总领事 BMW说 那估计这次 就是人家没来 没给他这个主席面子 Roflow 师爷说 来的是小领事 就是没有面子 乔领就会生气 麻婆豆腐 说 丑态百出 师爷说 就是 我以前去过啊 麻婆豆腐 说 在美国还搞这些事 不如回中国 BMW说 还挺搞笑的 感觉这个年龄的华侨 跟国内那些五六十年代的人 没啥两样 师爷说 有时候被抢逼着上去讲几句 多数是不会上去的 Lio说 天下侨团都一样 热衷这类的 都不是啥好鸟 餐馆赚了钱 就要笨些虚名 下面都是本着白吃一顿打牙剂的 师爷说 有次主持人是大哥 几个人架着上去了 虽然有麦克风 台下没有一个人听你讲 因为完全听不现 吃的 喝的 叫的 唱的 Scott Wong说 原来是这样 师爷说 乔领在台上最常见的话 我爱美国 也爱中国 Scott Wong说 杠杠配置 非常平衡 师爷说 只有在抽奖的时候 吵闹声才略轻一点 BMW说 怎么还有活动 Scott Wong说 哈哈 美国也是这样 师爷说 春节时 同一天可能有很多场 一个省 分裂出几个同乡会 利欧说 早应该找些纸扇 来改写一下致词 又不是啥难事 让听者热泪盈眶 小心脏沸腾一下 能多吃两口菜 Scott Wong说 有没有一天 跑好几个场子的 师爷说 后来又弄个 总会联合会 Scott Wong说 好家伙 师爷说 总主席 总会长 联合主席 BMW说 估计这是清明节的场子 Roflow 师爷说 纽约乔社 几千个主席是可能的 BMW说 喜极而弃 师爷说 包括 永久 前任 荣誉 联合 总主席 终身 海牙 海牙 海牙说 涉事 国家 无有辜 不知 当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习主席 不容易 师爷说 习主席 很谦虚 教习主席 永远学习 永远实习 BMW说 我觉得 海波 你也可以当个主席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我觉得 海波 你也可以当个主席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我觉得 海波 你也可以当个主席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哈哈哈哈 师爷 说 我有位韩国朋友 娶了一位大陆明星 年龄很大了 估计已经去世了 海牙说 然后摆几桌 一页底线亏说 这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从表格上看 美国已经走出了高通膨 走向了良性通膨 这也就是一般经济学家所说的 美国通膨消失了 师爷 说 几十年前 我们聊到桥社 BMW说 那就不必了 不然我们都成副主席了 一页底线亏说 其实指的是 美国已经度过了高通膨 可能产生巨大危害的时期 师爷 说 因为他们韩 华都熟 他说 华人还比较好 主要是背后捅刀子 他说他们韩国侨领 经常在桥宴上就打起来 Scott Wong说 老乡见老乡 背后给一枪 师爷 说 各个国家的桥社差不了多少 一页底线亏说 作为一个国家而言 只要通货膨胀率保持在 2%到5%的水平内 无论物价已经上涨多少 都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不造成长期的恶性结果 那么就代表美国走出了 通膨这个陷阱 至于老百姓对于物价的反应 从国家层面来说 这个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应对高通膨 有时候甚至需要牺牲一些企业和实体经济 师爷 说 政客们一天到晚就跑场子 例如说 我怎么觉得背后挨刀子更加可怕 难道是我太准土 师爷 说 选票 钞票 BMW说 估计人家韩国人 是物理意义上的正面捅刀子 师爷 说 都可怕 所以 移民在外 少去乔社 千万不要沾政治 利友说 乔社有个啥政治 无非是昏个脸熟 办起事来可以后门 师爷 说 有位中国大明人学者 我们这个群也常提及 他到美国时 非常失落 没有政客里他听他的 政客是什么 最关心的是选民 选票 他才不在乎你是否献上反华大计 一夜底线亏说 假设 您打算背后捅他刀子 谁知道还没捅呢 他酒桌上就给您酒瓶子砸头上 空有理想 没有利益 谁帮着做事 理想只是用来骗那群乌合之众的 海牙说 我到海外时也失落 反华势力也太不成气候了 直到郭大总统横空出事 师爷说 政治啊 书本上的东西 都是给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的 利益说 都到了当面轮酒瓶子的地步了 哪还有背后捅刀子的机会 必须当面填乳密哥俩好 才能有背后下手的机会 BMW说 怎么你们都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我在德国也就是听过他的名字 也没那么风云人物吧 师爷说 我很快怀疑他是个纯精神患者 一夜底线亏说 牙牙那是烦凤 他觉得厉害就怪了 刚刚那句话 是他阴阳怪气说出来的 海牙说 还是很厉害的 把王书记和孟书记都忽忧了 派新父亲自到纽约跟大总统会谈 师爷说 我从来没有与他闹过什么 就是不接他电话了 黎佑说 英雄不论心理状态 能骗到钱的 且能继续招摇过世的 都是英雄 师爷说 不想听他说任何东西 一夜底线亏说 当然有啦 今天哥俩好着呢 打算给对方捅个刀 谁知道第二天喝了酒 一句不合 酒瓶子砸头上 正常正常 名声大了 接触多了 傻鸟都会有 师爷说 几个月之后 我没有看过他的任何讲话 李佑说 这是消灾的手段 小灾替代大灾 BMW说 那个人何老板讲过名字 我忘了 姓刘吧 师爷说 刘彦平 他们误以为他手上有东西 后来证明就是伪造的 海牙说 孙力军也去了 还要见见嫂子 包个饺子 孙力军的嫂子 不是彭麻麻麻 一夜底线亏说 有些人啊 他们就是不知道 为何古代的人能革命成功 能犯 还能当皇帝 空口谈有什么用 哪个天下霸主 不是合纵连横 全一个方利益 甜头给族才当了主子的 其中不知道多少阴谋诡计 欺诈蛮骗 BMW说 那这个郭同龄 怎么就敢拿着这种文件到美国呢 这胆子也太大了 一夜底线亏说 所以古书那句话还真没说错 百无疑用事书生 书读多了 理想多了 真的会秀斗的 师爷说 他的夫人 子女 我都见到 印象都很好 例如说 何先生在某些方面先天不足 又没有滋滋向学的欲望 爱 一夜底线亏说 Blush 何老搞不了的 一朝功臣万古哭 暗皇上那蛇得看那么多人头落地 师爷说 他分几次 介绍他的家人 礼数充分 可惜啊 他极为讲究礼仪 BMW说 到时候第一个就是把你这个小人击齐 哈哈 Roflow 师爷说 他留下无数留言给我 支肉麻 后来我也懒得听了 一夜底线亏说 能成大事的 说是有反心也行 说是大运气也好 我觉得都过了 其实就是顺势而为 Leo说 他也就是口头拍一拍马屁 连贪腐的机会都没有 枯瘦如柴没个油水 哪里能用来祭祈 一夜底线亏说 这事不妥 小人就是看黄商宅星园后 才拜了山头认了主子的 BMW说 海里有一个博士 不然咱们 师爷 说 如果你们见过那些大官 富豪 名人的晚年真实生活 就会为自己的平民生活 知足 一夜底线亏说 何老 见过 还行吧 就是看着眼神里那种落寞 其他的 都还好 Leo说 还是你猛 赶下舞阳桌 师爷 说 需要的是真实的一面 不是场面上的 BMW说 海里有王八吗 Speak 黑帮电影 格莫拉 第一二季拍得特别好 师爷 说 HTTPS YouTube Dexon 下画线 Z9N5有 我从不忍看 一夜底线亏说 我还记得那个场景 黑帮小头目被枪击的时候 同伴在他身边 他说的的 好痛 我好痛啊 师爷 说 不知道有多糟糕 布尔玛 说 你这话很流啊 几没弄眼 一不小心 把内心暴露了 喜极而泣 BMW说 我爷爷南下的时候 有两个青年干部 后来当了武汉市财政部长 和任市部长 我爸前两年的 其中一个人过 生日去了 他女儿新冠没了 他倒是停过来了 我爸说 就他们的子女都是祸害 一旦老的没了就完了 人就是一个 长时间没修脚的老头子 待遇那么好 没法享受 师爷 说 所以 我说 人命宫廷 一夜底线亏说 我从来不看 伤感结局的电影 电视剧 特别是真人改编的 看个 我不是药神 都能落泪 人间真的 还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在发生 有时候真的无力 人寺 很多那种曾经风光过的已经很好了 有些苦难 真的是我们看到都会泪流满面的 Scott Wong说 AI版老河播报的点点新闻挺好玩的 比上次的好很多 甜点说 我觉得声音还是不如老河 卷舌太故意了 布尔玛 说 中国人在美国 岂只是各种同乡会丑态百出 学生学者联合会 中文学校 都是丑态百出 甜点说 我正在听 视野说 德国极右翼政党 德国选择党 AFD 支持率达到22% 布尔玛 说 中国人先是以大家都是中国人的名义 拉帮结派 接着就是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